那你沒看好嗎 不用啦 夫人在路旁滿身大汗 臉色慘白 連走路都要人參福 說什麼就是不肯去醫院 堅持回家休息 你怎麼在家裡吃瓜 我只吃瓜 我只吃瓜 吃瓜 你給你喝瓜水嗎 對 我不太吃瓜 先別是蘆洲正名夫人 9號上午騎車出門買菜 疑似因高溫中暑 當場摔車在地 一旁民眾趕緊提供水降溫 在醫護人員苦勸下 才坐上救護車治療 但小心中暑可不是吹冷氣 喝喝水就能自己好 嚴重點可是會要人命 體溫40度以上 第二個就神之不清 所以降溫是一個最重要的治療 灑水然後山風 讓這個液態的水 從那個水蒸發成氣態 近日天氣炎熱 台北盆地就像大型烤爐 高溫34到35度 體感溫度更飆到40度 預防中暑要多補充水分 而戶外高溫常引起脫水危機 天氣熱頻繁進出冷氣房 更當心冷中暑找上你 中醫師建議這麼做 這就是出紅沙了 這就是它裡面的暑氣 它的暑毒就出來了 風浮穴跟風磁穴呢 它在刮沙的時候可以促進 腦跟心臟的血液循環 後頸部位置找到風浮風磁穴 接著往下刮舒緩不適 中醫師更建議泡杯深麥茶搭配 刮沙會出汗 出了汗以後來喝深麥飲食很好 那不是一進來就喝可樂 喝冰涼的果汁 準備黨森 麥門 東漢五味子 自己在家煮 搭配刮沙按摩療法 舒緩身體不適 便氣炎熱 中暑難過不可輕忽 一面發生難以挽回的遺憾 據劉良漢李一璇台北報導 到達